。 荷里活影星凱文索伯 凱文索布表示 他的Facebook帳戶已經被刪除 而且Facebook沒有告訴他原因 索伯是一位保守派演員 他告訴霍士新聞 我絕對沒有被告知 我的意思是去年他們一直在暗中禁止我 而且告訴我 他們故意指令少數人看到我發表的貼文 索伯說 我讚寫的貼文都非常幽默 而Facebook顯然不喜歡幽默 索伯的Facebook帳號有幾百萬粉絲 他暗示帳戶被刪除的原因是 我發布了從醫生那裡得到的信息 然後說 哼 請檢查COVID-19問題的另一面 或請檢查選民欺詐問題的另一面 以及 你們怎麼看呀? 索伯還說 我發布了很多東西 逐一令Facebook生氣 或者撤銷我的帳戶 我不知道 我很想得到一個答案 相信我 大紀元時報已聯繫Facebook 要求Facebook對此進行置評 索伯表示 帳號完全取消了 我的意思是 看看 我沒有發布想引起騷動 或者引起爭鬥 憤怒 和仇恨的東西 他補充說 我張貼的內容是 讓我們討論一下這些事情 因為無論戴口罩還是不戴口罩 無論是選民欺詐還是沒有選民欺詐 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我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討論這些問題 不過 無論出於什麼的原因 他們的容忍度 是他們的一條單向街 當他們擁有一切權力 並且知道自己擁有一切能力的時候 我們很難打這場戰鬥 在2月8日 Facebook宣布 將刪除事實核查人員 和衛生組織認為的 包含有關疫苗虛假信息的內容 Facebook公司表示 我們正在加大努力 已在大流行期間 刪除Facebook和Instagram上 關於COVID-19 COVID-19疫苗 以及一般疫苗的虛假聲明 自去年12月以來 我們已經刪除了有關 由公共衛生專家 揭穿的COVID-19疫苗虛假聲明 在2月10日 Facebook擁有的Instagram 刪除了反疫苗陣營 知名人物 小羅柏特·金賴迪 Robert F. Kennedy Jr 的帳號 另一方面 保守派和公民自由組織 對大科技公司審查言論的浪潮 感到不安 他們認為這些公司 正在超越自己的權限 美國國會眾議員 馬克·格林 Mark Green 在福斯新聞網站 贊文提醒美國人 警惕激進左派的 取消文化和言論審查趨勢 格林列舉了美國大科技公司 審查言論的種種跡象 他寫道 科技巨頭加強了 對持有意見的人士的審查 在大選前 推特壓制了紐約郵報 關於亨特·拜登的報導 Youtube刪除了參議院聽證會上 關於中共病毒治療方法的兩個影片 而在另一個例子中 谷哥屏蔽了一個反對 將最高法院擴充的廣告 然後 亞馬遜 蘋果和谷哥 行使它壟斷地位 停止了推特最大的競爭對手 保守派所選擇的替代品 PALLA系統的運行 不可疑 民憑 zi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